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学校的教育法 那么我想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么部长提到 这个从民国72年来 那么有历任的12任的这个教育部长 那么在每一个任内呢 都有对这个12年国教 也就是国民基本教育 那么向上延伸的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么我们非常乐见 那么这一项历经将近30年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改革 能够在部长的任内排除众议 经过充分的讨论 得到国人将近八成的这个认同 那么我们即将在民国103年就要来推动 此项建国百年以来的重大的教育改革 对于我们国家人才的培育 对于国家未来的竞争力 有重大的突破与贡献 那么实施在即 立法院呢 有这个规定 我们戒期呢 是不得连续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此案能够在本会呢 在今天呢 来做充分的讨论 来审查这个法案的工作 本席感到非常的欣慰 那么我想真理呢 越变越明 新的政策的实施呢 本来就需要充分的讨论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一部高级中等教育法呢 能够是一部 有作为 并且是可行公正的12年国教法 所以呢 这整个法令的一个意 意义呢 不在乎是要废除 现在我们这个不当的 这个升学压力 也就是基策 能够去废除 让国民教育呢 能够回归到这个正轨 所以请教部长 您是否能够确定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 高级中学教育法 在实施之后 能够达到我们 这个国民教育 回归到有教无类 因财师教 适信扬财 多元发展的目标 是我想我们会 就这样的一个方案 他所期待的 有教无类 因财师教 适信扬财 多元进入呢 幽子衔接 这五大理念 其实这五大理念 是最足以说服大家 为什么要实施十二年国教 因为实施的结果呢 将来整个孩子呢 成就每一个孩子 让每一个孩子呢 能够提升教育的品质 或者对国家竞争力 所以一个制度的改革 有它历史性 九年国教实施的时候 我最近感动很深 台南一中的校长 你也认识黄润生博士 他就讲 没有九年国教 我是第一届国中毕业生 第一届国中学生 他小学毕业 就到山上去种山蚕 他说现在他不可能 成为一个博士 成为台南一中的校长 同样的高子校长会议 张天舟校长 算是海山高工 也是名校 他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 也是九年国教 第一届毕业生 他说没有九年国教 他今天也在市场摆餐子 他也不可能当博士 不可能当校长 所以一个制度的改变 会很辛苦有震痛 但是我们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 为了国家 未来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要努力 是我们感佩 部长的这个 勇气跟担当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 负最大的责任的 当然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共识 十二年国教实施的必要性 但是在实施 这整个制度配套措施 相关的这个法制呢 我们要详加来配套 能够呢 让他能够实施起来 实施起来 一定是更好 不会更乱 一定会更好 这是我们国人呢 所在期待的 二十几年历任部长的准备啊 我想我们有信心 不是突然冒出来一个政策 是 好 那么这边呢 本席呢 因为拥有相关的配套呢 来并案来审查 那么针对差异的部分呢 我也请教这个部长的意见 首先呢我们来确认啊 两个入学方式呢 其中包括这个特赦招生的部分的比例 那么啊 目前啊 教育部虽然没有把这个比例数字的明定在这个法案上面啊 但是啊我们也知道部长呢 曾经宣布过 以先以百分之二十五啊 来做开始对吧 是 那么是不是最终的目标 我们希望呢 全部呢都以免试来入学 这是我们最集中的目标 这是一个理想 但是呢可能很难达到 为什么 因为免试呢是不要用自育 用国音速去评量 这个会努力降低 但是如果说用他的特殊才艺啊 音乐免试甚至技艺啊 是 職效的 你说他 对啊 这是有他的必要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潜力 他到这个 看教育发展阶段性再来滚存修正 但是您刚刚所提到了啦 也就是说不要用自育 也就是说不要有一个这个考试的方式 不要有考试的方式 从这个学科上面考试的方式来做入学的这个标准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一个理想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所以部长所谓的是一个理想 但是不可能能够达到 应该不包括治愈的部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呢也能确认一点 那么我们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让我们感觉就是说 真的是废考试 废机测 完完全全将来有一天 我们是完全废试 就是说免试 对不对 对于特殊的记忆 当然我们有一点基本的这个 适当的一个要求 才能进入某一个技能的学习啦 对不对 的培养 这个方向啊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之后呢 刚刚提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达到呢 用考试的方式 也就是特赦招生的这个部分呢 我想这是我们啊 比较父母们啊 孩子们呢 会担心的 是不是我这个想要进去我理想的这个高中的时候 我的门是不是越来越窄 所谓的明星高中 我想是全面实施十二年国教最大的一个障碍 明星高中到底要不要存在 其实社会有一个迷失啦 只相信少是几首 所谓的瓜府明星高中 这些明星高中未必是明星啦 各地都有社区高中 社区高中有的表现非常好 清华大学 他今年呢开放 这个环境计划去评估 发现清华较大 环境计划进来的社区高中进来表现呢 都比那个明星高中 指定考试进来成绩要好 我也是乡下学校 我也是名不尽传 一个北门高中 我们前任部长郑瑞辰也是宜兰高中 乡校学校照样在当部长 什么明星高中 其实呢是家长不必参迷信啦 我觉得看个人 我们也做过好几年的联系实验 评估 同样的国中计则成绩 留在当地练社区高中 跟夜区到去练所谓的瓜府明星高中 结果呢 留在当地的社区高中 三年后的考试呢 比到这个城市去要表现还好 所以明星那种是一种 灵为鸡所不为牛后啦 我是认为这样 环心计划会慢慢的增加名额 会打败呢 追求明星学校的这种迷思 非常好 那么部长 我想您的观念呢 也就是本席想要今天要陈述的 那么既现在所谓的明星高中 我想这些明星并不是学校 而是明星 这些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 是吧 因为他们是呢 经过多么严重的这个考验 而进去入学的 所以这些学生的本质呢 在成绩上都说非常好 那凸显出这些学校 所以呢 在学校上面 他当然在一半学的立场里面 我是呢 高区一致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会不会是 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废除 那么再来 家长学生 就像部长您所说的 如何去疏通他 如何破除这个观念 我们在制度上面 就要有所改变 有所引导 所以呢 这个特色招生的部分 第一个 我首先要问部长 每一个学校在做特色招生 他有没有上限 也就是说说 25%在各学区里面 分配给各校的时候呢 这个学校有没有上限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 本席想要表达的 我比较赞同 所走的方向呢 是应该 不要是做特色的学校 应该是特色的班级 也就是说 让每一个学校 不管在读会区 或者是在乡间 他都有 特色班级的权利 跟空间存在 是 陈委员的意见 就是我要努力推动的 其实这个特色招生 是来自于英国 Specialist School 一种所谓学科重点高中 英国他虽然工党实施全民的教育 但是他还是强调精英要保留 但精英的不是精英学校 精英的班级 所以各校有各校特色 有些是才艺啦 有些是美容啦 有些是美妆啦 没错 都可以成为特色高中 应该是朝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向的话 我们势必要对这个学校 设他的上限 也就是说 他用特色招生的这个名额 要有一个上限 然后其他的呢 要接受免试的入学 那这样子慢慢的能够呢 这样去融入 让每一个学校呢 都有机会 而不要集中在所谓的明星学校 这样子的话 就会让这些 这些比较特质的高中 就一直资源在享受了 对特色招生到底几班啊 由各个学校 根据他的办学的成效 他的师资 他的课程 他对学生的教学 的片道授书提示申请 由行政机关 竹下室县市 他们招生区 虽然是说这样 但是我们在母法里面 我希望我们也有相当的规定 也就是说 每一个学校要给他一个上限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鼓励 让他以公平性 公正性 让每一个学校 只要他有提出特色班级的筹划 然后去评估 让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子的机会 当然这个也要搭配 我们整个高中职的这个均值化 对 的推动 会有因效助理 因地助理 去做一些裁量 但是绝对不会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用考试进来的 是 所以在这个方面 好吧 第一个 也就是说 每一个学校要设上限 第二个 我们希望在制度上面的配套呢 希望在每一个学校都有机会 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的 那么在教育的 这个实施了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 因为在目前为止 还是有这些特色班 万一这个特色班呢 是在某一些比较热门 比如说在这个整个学科上面的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 从教人员也需要特别的 对于12年国教 以后教学方式呢 要有所有所教育 自己本身教育人员 也必须要有所教育 也就是说呢 在过去的经验 教育现场里面 老师容易再以所谓的升学班 也就是上等班 或者是呢 下等班 就是免试入学 或者是特色招生 经过考试入学的 把这些学生把它区分开来 会影响他们的受教权益 所以呢 我们这个老师们 教育人员呢 特别需要 在我们12年国教 实施的配套里面 要专门去训练他们 改变他们的教学方式 会加强这个宣导 鼓励老师 专业成长 是的 那么我时间已到 其他还有两三点呢 需要跟部长沟通 我会书面的方式呢 在书面跟委员打呼 谢谢 好 谢谢